中国香港地方当局表示 逮捕了7名涉嫌参与18亿美人洗钱案的嫌疑人 正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起洗钱案 香港海关2月16日表示 这7人都是香港居民 但具体国籍未透露 嫌犯年龄在23岁至74岁之间 包括五男两女 其中四人为华人 7人中有一人据姓是主谋 在此次执法行动中 当局冻结了价值约2110万美元的资产 其中包括五出房产及三个商业单元 当局表示 该集团涉嫌在印度从事网络诈骗 销售电子产品 以及包括钻石在内的稀有宝石等商品 通过国际贸易活动 洗钱约18亿美元 目前这7人都已获宝石 但调查仍在继续 当局不排除进一步逮捕的可能性